意猶未見的感覺 他就是拿著一杯酒 然後這樣一直看著你 他比較認識比較久 你比較換新鮮的 你比較早認識的 跟你比新鮮啊 對 我過了保存期限了 他還沒 真的是等了20年 終於有人找我演BLG 所以所以我才說 我本來應該是要演小鮮肉那一款的 現在演 但是我覺得是很奇特的經驗 因為我畢竟第一次演這樣的角色 那對手戲又是那麼熟悉的亮者 所以其實 呃 很有趣的經驗 那 呃 很好玩 對 跟這個團隊 不管是工作人員 還是這些小鮮肉 我覺得大家一起工作在一起 很開心 所以 呃 如果有下一部的話 嗯 當然要跟這一部不一樣 其實如果這樣的 我我蠻期待的 所以演完之後 我覺得嗯 好像有一點點 一點點 就像你講 意猶未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好期待 期待 那有沒有親密戲 嗯 你說跟他嗎 你說跟他嗎 他剛剛已經指名我了 跟他 跟他 會笑笑吧 因為我們拍的第一場戲是 跟他們 他們全部小鮮肉身材都很好 體脂都一樣 所以身材就壓力很大了 他那 你瘋狂 一個半月吧 168 一個半月啊 對 那還好我都不用肉了 我就太習慣了 所以你一個半月都沒有做什麼 哈哈哈哈 三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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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他平常就很愛放電啊 哪有啊 或是偉愛 哈哈哈哈 有 你是年輕不同的發電機 所以其實男生看到 載哥也很容易被他電到 我是被他電習慣了 所以其實上戲就還OK了 你不要逼我罵髒話 哈哈哈哈 他是都怎麼電你 謝成君彰化特輯 他就是拿著一杯酒 然後這樣一直看著你 你有被電過 哈哈哈哈 那就是我喝醉的時候 哈哈哈哈 啊那通通我看不到 你一樣都看到我 因為我會先喝醉 好好好 就是 拍一部戲可以很專心 當然因為我們是客串性子 所以沒那麼多時間 嗯 那 他們可以 才開拍自己人一起合宿 可以了解 演員彼此 一對CP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因為我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情 大家比較 比較日式比較久 你比較換新鮮的 你比較早認識的 跟你比新鮮啊 對 我過了保存期限的 他還 我們也不需要培養感情 也不需要什麼 就是可以直接來 所以我覺得 直接來 不一樣的我花 你跟不一樣的 對手戲舞 所以不一樣的我花